7月以来,新疆八州玉璃县境内的罗布湖上呈现出一片忙碌的景象。 渔民们正赶着收获螃蟹,因为每年主要在农历6月至7月上市。 这里的螃蟹也被称为六月黄,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。 在四面环沙的罗布湖淡水养殖场内, 伴随着渔船的轰铃,捕捞工人缓缓从湖里拉出地笼, 熟练地将六月黄螃蟹倾倒在渔船上。 如今,这种开壳渐黄,风雨肥美的大闸蟹, 成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居民餐桌上的新虫。 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外,当地还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,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,将沙漠螃蟹销往全国各地。 我们完全实现了从我们的这个罗布湖, 把鲜活的沙漠螃蟹用最快的时间在三天之内 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的餐桌上去。 今年,当地共投入价值5万元的蟹苗, 螃蟹捕捞工作将持续到10月份, 预计产量可以达到20吨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